第一屆花蓮電影節今年6月初開跑 主題展以靜自動特別是運動為主題 10月9號10號雙十連假即將登場 在花蓮鐵道園區內的花蓮鐵道電影院 要放映12場次的運動電影 也呼應即將在花蓮舉行的全民運動會 同時靜態展覽來行銷花蓮的運動風景 為呼應10月中旬全民運動會在花蓮舉行 首屆花蓮電影節以靜自動運動主題影展 日前在台北國際藝術村舉辦記者會 宣布降於10月9、10、11、18日4天 在花蓮鐵道園區內的花蓮鐵道電影院 放映12場次的運動電影 它也就來自今年是我人生第一次離開台北新州 我離開了整整12個月 那一年對我來講是開拓了 我非常非常不一樣看待我的事 所以我到現在還是一星期的所有的每一天的細節 即使我們不是運動員 但我們也始終在混沌中尋找突破的方法 我們也都時時刻刻地去告訴自己 我們如何去看待人生的哲學 那我覺得從運動家跟運動員的歷程 其實非常非常清楚看到這一點 所以看到換電影節用運動當主題來拍 來做一個迎接的第一屆 我就是非常非常令人獨舞的 我想世界上有女性影展 但是可能很少有機會 以一個體育系列來做影展 而這個影展更難能可貴的是 是用紀錄片的方式 紀錄片的方式並沒有腳本 紀錄片是更容易去感動人心 因為它不被在從來裡面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對於花蓮在文化以及影視的推動裡面 是我們的決心 主影展片單多元 包含台灣、印度、瑞士、日本、法國等國 以運動為主題的電影 開幕片是來自印度的熱血卡巴迪 另外還有紀錄花蓮復原國小少棒隊的紀錄片 野球孩子 以及高雄桃園部落的女子舉重選手故事 山上的小女子舉重隊等片 更多詳細資訊請搜尋花蓮電影節官網 及花蓮藝文漫遊FB臉書本次頁 記者長幫眼花蓮市報導